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被学校解聘 之后也受到了许多的监视 一直到她过世为止 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上 也有一间蔡瑞月舞蹈研究社 蔡瑞月是台湾非常杰出的女性舞蹈家 但是她也是一位政治受难者 在228事件发生后 她的先生因为政治因素 结果遭到了驱逐出境 没过多久之后 蔡瑞月也受到了牵连 锒铛入狱 出狱后 不管在艺术创作上 或者是个人的行动 其实都受到了不少的限制 像蔡瑞月 像英海光 这些杰出的人才 或者是一些非常平凡的台湾的民众 他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一直到1987年台湾解研 这四十几年当中 因为政治的想法 跟当时的统治者不太一样 或者是在自己甚至不知情的 无辜的状况下 被迫成为政治受难者 有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有些自己的事业和身家财产 都受到了非常多的剥夺 过去台湾在处理这些 政治受难的案件上 主要采取的都是赔偿的措施 但是有很多历史的真相 并没有好好的被厘清 因为历史的真实 没有好好的被厘清 以至于我们的社会 还是留下了许多的禁忌 许多的杂音 我们来看目前台湾的转型正义 需要去好好处理的历史真相 还有许多的问题 需要好好地被厘清 例如我们可以举出下面三点 第一 受害者究竟有哪些人 他们的数目到底有多少 第二 有不少人 当时丧生生命的地方 到现在还不清楚 以至于他们的家人 想要到这些受难的地方 前去表示他们的哀悼的意思 却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第三 我们对于 加害者跟加害的体系 也缺乏详细的研究 因为这些历史的问题 都没有好好的被厘清 所以我们跟转型正义相关的历史 经常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 现在台湾有不少人希望 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处理 转型正义的问题 如何好好处理台湾的 转型正义问题呢 借近国外的经验 踏山之时可以工作 是值得台湾好好深入去了解的 这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采取哪一国的模式 但是好好的了解 别人如何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 透过转型正义 好好的处理 可以为国家开辟 另外一个美好的远景 这是值得台湾 费心来了解的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像德国这样 曾经有过两次处理 转型正义的经验 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处理纳粹大屠杀的问题 第二次是在1990年之后 处理功德共产党极权统治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 我想要花一些时间 我们一起共同来看看 德国从政府面 从民间一直到个人 他们究竟做了哪一些事情 最后可以一起汇集成 一个大家认为处理的比较完善 具有一个长期建设性意义的 更新正义 这是一张非常有名的历史照片 是在1970年的时候 当时西德总理 Villie Brown 到波兰华沙犹太区的 阵王将士纪念碑前 致意的时候 所拍摄下来的 作为当时西德最高的政治领导人 Villie Brown却选择用最谦卑的方式 下跪道歉 来为纳粹时期 德国所做的许多罪情 表示最深志的忏悔 跟哀悼之意 Villie Brown用这样子谦卑的方式 来向波兰道歉 当时引起了世界上 许多人的震撼 但也让很多人感到 非常的感动 从1992年开始 德国艺术家跟民间 也在许多城市的马路上 铺设纪念石 这些纪念石是铺设在 纳粹时期 受难者住家门前的马路上 在这些十公分 乘以十公分 见方的黄童纪念石上 刻着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 他们出生的年代 他们简短的受难的经过 还有最后他们受难 或者是被驱逐出境 详细的日期跟地点 往来经过这些马路的人 都很容易看到这些纪念石 透过这些纪念石 他们也在历史的现场 学习了解历史的真相 而且在学习了解历史真相的同时 也知道应该要记取历史的错误 不可以再重蹈覆辙 过去台湾对于转型正义的处理 常常被称为只有受害者 没有加害者 我们缺乏好好去研究 哪些人是加害者 加害体制到底是怎么在运作 而这些加害者 又是怎么样被凝聚在一起 有没有哪些人原来是加害者 但是最后也轮成受害者 或者有没有哪些人是受害者 却在强大的压迫的压力之下 结果也被迫参与了一些加害的行为 加害者研究 其实也还要包括 做出伤害别人的行为 对这些加害者日后的人生 到底造成哪些影响 也对他们后来的子孙 造成哪些影响 德国近二十几年来 做了许多研究 是关于加害者的心理的 他们发现 加害者虽然在一时之间 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做出伤害别人的事 是会在自己的心里 留下阴影的 而这些阴影 会慢慢地转变成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随着年纪越大 症状会越清楚 很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 这也就是说 加害者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是影响子孙心理健康 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这种跨世代的影响 其实也是社会心理上 非常需要好好被重视的 一个因素 因此如何鼓励加害者 跟他们的子孙 说出过去究竟发生过 哪一些事 也是转型正义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如何坦承 自己曾经参加过 加害者集团的故事 这位主角 是德国著名的小说家 Ginter Grass 在2006年的时候 Grass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波洋葱》 在里面他清楚地坦承 自己在青少年时代 曾经加入纳粹党卫军的过往 Grass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认为 好好地承认自己年轻时候 曾经误入歧途 曾经错误地选择 参与加害者的集团 是让自己可以心安理得 面对自己老年最好的方法 也是透过这样的方法 可以让他自己坦然无愧地 面对这个世界 在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开放之后 Grass也放手让一位新闻记者 去调阅档案馆里面 所有关于他的资料 这位记者根据许许多多的资料 后来写了一本很厚的书 叫做《监视·格拉斯》 格拉斯为什么要让这位记者 来写这本书呢 他希望透过自己作为一个案例 提醒德国民众 这批秘密警察档案 是为了服务集权统治者 而去累积出来的大量的资料 所以这些档案里面所记载的东西 并不一定都是真的 所以他希望德国的民众 能够以它作为一个案例 好好地来了解 如何用明智而冷静的方式 来面对这一批档案开放 所带来的很多的问题 除了个人努力地学习 面对历史的真相外 政府以及执政者 面对转型正义时 他们所抱持的价值观 也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 以色列总理内坦雅虎 曾经表示 德国在纳粹时期 之所以会杀害那么多犹太人 是因为被其他国家诱惑 才会这么做的 但是现任的德国总理 梅克听到这些话之后 立刻在公开的场合表示 是德国要为纳粹大屠杀 来负责任的 不应该把这个责任 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 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 他们的国民 以及他们的政府 都勇于去面对历史的真实 那我们其实可以了解 为什么他们的转型正义 可以带来比较具有长期的 建设性的国效 所以我们来了解 其他国家转型正义的经验 并不是说 我们要来思考 我们台湾 要用哪一个国家的模式 而是我们应该要知道 走向转型正义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打开历史 潘朵拉盒子的一个过程 后续会有不断不断 接踵而来的问题 而我们需要好好的 为这些问题 来做好事先的规划 和一些预防的准备 因此了解其他国家 曾经走过的历程 是对于我们 好好地来做这些准备 有帮助的 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 在一个好的基础上 来踏上转型正义之路的时候 我们才真的能够开始走向 一个疗愈社会心灵创伤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疗愈的过程中 慢慢深化我们社会的民主 这样的一个路上 也许有人会问 究竟什么是转型正义 真的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 首先转型正义很重要的 是转化政治体制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透过处理 过去人权曾经被大量伤害的历史 来走出威权体制 真正的迈向民主政治 而且在这个迈向民主政治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敦促 我们的公部门的运作 追求以捍卫人权为主要的价值 但是只是透过司法 或者是政治 来转化政治的体制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转型正义最重要的 是要去追求社会的和解 因此第二点 如何转化社会心灵的体制 也是我们在做转型正义的时候 不可忽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透过能够抚平历史的伤痕 来走出长期存在于我们社会的悲情 透过大家一起走出悲情 我们好好的往迈向民主生化的路上 一起来前进 诚如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Jofre Hartman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在这个敏感的区块 伤痕与疗愈很难分得开 然而我们的社会 究竟应该要怎么样子疗愈伤痕呢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地体认到 过去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历史伤痕 没有好好的被抚平 没有好好的被疗愈 以至于我们常常陷入在 争执历史记忆的困境当中 然后又无法有效地 从这些困境走出来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认为 我透过政治上面的角力 来争夺历史解释权 只要我在政治的角力上 占了一些上风 我就可以让我认为对的历史 把它搬上台面 而且要求所有人都要接受 然而争夺历史解释权 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我们要知道 对历史暴行记忆的方式 本身就是继续成为冲突史的一个部分 而且会影响到 这些冲突是不是真的能够被解决 因此真正重要的是 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 如何将冲突史 从负面的历史包袱解放出来 把它转化成可以帮助问题 获得解决的助力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针对这个问题 我要建议 台湾应该开启社会的大诉说 我们如何开启台湾社会的大诉说呢 有两个方向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第一 我们应该要鼓励电影 文学和艺术 还有纪录片的创作 同时也要鼓励 相关历史研究书籍的出版 透过这些文学艺术跟学术的研究 让社会各个不同的社群 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说明 跟转型正义的历史相关的 各式各样的过往 第二 我们应该要善用网络科技来帮忙 我想在这里介绍大家一个概念 crowd sourcing 也就是透过网络上的群策群力 大家一起来解决特定的问题 我们如何透过crowd sourcing来帮忙呢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 我们应该要去创造一个 让彼此可以互相看见 可以理性对话的机制 来处理历史记忆分歧的问题 因此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建制一个云端资料库 透过这个资料库 来推动历史记忆公共化的网络讨论平台 我们可以透过Google Map的帮忙 在台湾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历史冲突的 每一个地点把它标志出来 而且在每一个冲突的地点下面 我们建立一个历史讨论历史对话的资料库 这个历史对话的讨论资料库 里面应该包含哪一些材料呢 首先是确实发生事件的 时间跟地点 还有这个历史冲突的名称 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包含 受害者的说法 压害人的说法 见证人的说法 知情者的说法 还有相关的历史档案 当时的媒体报道 艺术 文学 纪录片 对这些冲突事件的呈现 教科书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诠释 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意见 当我们把这些意见 通通汇集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有了一个比较多元 视角比较宽阔的历史资料库 让大家可以根据这一门 多元的材料 进行比较理性的讨论 推动转型正义 我们其实是在历史上 寻找一个让社会 可以好好和解的新的位置 因为我们希望转型正义 可以带领我们走向 真正的社会和解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重 有建设性的公共对话 能够透过柔性 解决历史冲突的机制 让我们找回对这一个社会里面 每一个公民 每一个社群 基本上应该要有的信心 那我们的公民社会 是建立在大家愿意互相帮助 愿意对彼此有基本的信心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上 我们的转型正义 才是真正可以带领我们走向 社会心灵价值重建的转型正义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个柔性 对话而且可以解决历史 其间历史冲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共对话的机制 那我们很有机会让台湾转型正义的做法 可以为世界转型正义的模式注入新的经验 也能够以此来丰富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 掩饰伤口是为了抑制伤痕 因为受伤的心走不赢 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不应该对历史的伤痛 无知无感 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应该学习去了解别人曾经有过的巨大伤痛 我们应该要有足够的成熟度 一起来检视历史伤痛 也互相的支持 共同的来医治伤痕 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里 只有当我们可以找回 我们真正作为一个人的人性的温度 懂得去看到别人的创伤 别人的苦难 我们也才可以在我们的国家 需要做许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能够用我们共同拥有的 这一些人性的温度 和我们强韧的一个耐力 来通过许多的考验 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人性的温度 跟这一些通过考验的坚韧的耐力 我们就有非常好的希望 可以来迈向属于我们共同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